随机和乱数是游戏不可或缺的好帮手 不但可以在游戏中创造各种没成本的惊喜 激发玩家各种意料外的暴怒 营造因为未知而产生的恐怖 进而增加游戏的重复可玩性 而且在游戏设计的阶段 随机和乱数也能起到各种作用 比如创作大型地图前 可以用随机产生大量的地图草稿供我们参考 或是为3D物体寻找贴图材质的时候 可以乱数产生大量的图形供我们选择 甚至连设定人物属性 有时候也可以拜托骰子来帮我们决定 但是除了打牌、抑制等类型的游戏 为了公平的原因 需要完全不可预测的乱数外 大部分时间 我们需要的其实是可预测 可再生、可控制的乱数 就像Minecraft的高山、平原、洞窟 都是乱数产生的 然而看起来却又那么的自然 就是因为里面的演算法 使用了可控制与调整的乱数产生器 而且在座的各位可能也都知道了 Minecraft的地图是每次进入游戏时才开始建造的 而且只会造出玩家周围一定范围内的地形方块 随着玩家移动才会有更多的空间被创造出来 这就是使用了可再生的乱数 大家好 我是来自嘎姆的小哈片客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种有着自然风味的乱数演算法 柏林噪声 Perlin Noise Ken Perlin是纽约大学资讯系的教授 在他尝试让电脑用乱数生成影像的时候 因为生成的随机影像是在丑的让他受不了 于是在1983年提出了柏林噪声演算法 两年后他将这个演算法发表在Seagraph的期刊上 并称呼这个演算法为影像界的电影合成器 Perlin在1982年将这个演算法运用在电子世界称霸战这部电影的制作中 电影世界称霸战是史上第一部运用电脑动画拍摄的电影 Perlin也因为这个演算法在1997年得到奥斯卡科技成果奖 一般我们讲到乱数 想到的就是丢骰子那种 会丢出什么数字完全无法预测 当然作弊不算在内啦 但Perlin Noise不一样 Perlin Noise的乱数是有时空概念的 意思就是Perlin Noise其实是一张噪声图 这张噪声图是用一颗种子种出来的 不同种子种出来的噪声图会长得完全不一样 所以每张噪声图就好像不同的乱数表 图上的每一个点会对应一个固定的乱数 讲固定的乱数感觉有点矛盾 所以后面我们改称这些数字为噪声值好了 在取用噪声值的时候 是要在噪声图中依照坐标去找到对应的数值 而且通常我们会一次就把图上时空连续的一系列噪声值拿出来用 因为这样才能显示出这些噪声值随机却又连续接近大自然的风格 Perlin Noise还有维度之分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一维的噪声图 一个数线上的X对应一个噪声值 二维的Perlin Noise长这样 一组平面上的XY会对应到一个以灰阶值表示的噪声值 其实还有三维、四维、五维的噪声图 只是比较难视觉化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噪声值的连续性 在开始解析Perlin Noise简单又神奇的秘密之前 我想先请大家看看这个小哈写的小程式 利用Perlin Noise的特性做出来的一些小把戏 这个程式的网址可以在下面的影片说明中找到 造就也是开源专案 可以打开看源氏码研究 我们先点进去看看一维的Perlin Noise 这个是模仿Terraria这个游戏的地形产生器 当然这只是一个超级阳村的版本 但我们可以看到它如何利用Perlin Noise画出来的曲线 创造里面不断又有高低起伏的自然地形 而且只要最上方种子的设定不变 那么我们每次点进来看到的地形就会一模一样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一维的Perlin Noise 再接着看其他维度的应用 我们先前有说到一维的Perlin Noise就给它一个X 它就会回给我一个固定的噪声值 Perlin Noise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我们给的X如果是整数 那么得到的噪声值一定是0 Perlin Noise会在整数和整数之间计算出一条曲线 把全部的曲线连起来就是一幅噪声图 那么两个整数之间的曲线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这里我们会用到假乱数产生器 这边先稍作解释一下 假乱数产生器跟Perlin Noise有点像 就是给它一个种子和一个X坐标 这个假乱数产生器就会回给我一个乱数值 不同的是这些乱数没有Perlin Noise给的连续性 两个相邻的X给出来的乱数之间完全没有相关性 但如果使用同一个X就一定会取得同一个乱数值 假乱数产生器有很多种 不过大概都是用几个很大的直数去和X加减乘除后得到的数字 就像画面上这个公式就是其中一个假乱数产生器的例子 这边我就不多提了 回来讲两个整数点之间的曲线怎么画 首先我们会用假乱数产生器 帮每个整数点都决定一个梯度 比如在X等于0的地方 假乱数产生器告诉我们这里的梯度是1 然后X等于1的地方梯度是0.6 X等于2的地方梯度是-0.8 这个梯度就好像一个楼梯 当X从0往1的方向前进时 一开始会按照梯度的斜率往上爬 但离梯度的源头越远 梯度的效率会越低 走到下一个整数点的时候刚好完全没效力 这个就是整数点的梯度所产生的曲线 X等于1的整数点也同样会用它的梯度 在0到1之间产生另一条曲线 把这两个梯度拉出来的曲线加在一起 就是0到1之间曲线最后的形状 到这边我们就讲完Perlin Noise演算法的一半 接着用同样的方法在X为1到2之间也画上曲线 结果发现这两条曲线在整数点的位置上 并没有很平滑的接在一起 所以Perlin Noise演算法的另一半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方法就是用一个数学式调整这条曲线 让曲线在离梯度源头最远的地方弹出 弹出的数学式有很多种 我们回到小哈的小城市 点进去一维试算 在这里把左边的梯度调成1 右边的梯度调成0.6 到这边试算的曲线都跟刚刚我们画出来的一样 这时我们去右上角把弹出公式换成五次方弹出 就发现曲线变了 这个五次方弹出的公式是Perlin在2002年所提供的 这个弹出公式让红色曲线在最右边弹出 而蓝色曲线在最左边也弹出到几乎没有影响力 最后叠加起来的白色曲线 在最左边的斜率会几乎等于左边红色的梯度 而最右边的斜率也会几乎等于右边蓝色的梯度 回到我们刚刚画的噪声图 现在在原本曲线公式中加入弹出的公式 再重新画上整数点之间的曲线 就会发现曲线和曲线连接的地方变得平滑了 这就是一维Perlin Noise的全貌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怎么画出带着乱数 又能维持自然平衡的Perlin Noise曲线 那就让小哈再告诉大家一个更有趣的吧 我们先画出一个Perlin Noise曲线 然后把这条曲线复制后缩小 然后再跟原本的曲线叠加 看到了吗? 这条曲线变得更加有细节 我们还可以再复制一次 然后缩得更小再叠加回去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更乱的噪声图 但又可以非常的乱中有序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二维的Perlin Noise 二维的噪声图和一维的一样 在X和Y都是整数的点上 噪声值都是0 二维的梯度是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的角度是由假乱数产生器给出来的 在四个整数点之间会依照这四个梯度 画出一个曲面的噪声图 二维的计算比较复杂 我们计算梯度向量 把一个二维坐标抬高的高度 用的是向量的内积 内积就是向量的乘法 两个向量内积的公式是这样的 一个坐标因为会受到四个整数点的梯度影响 所以首先要先把四个梯度 对一个坐标的高度影响算出来 然后再用弹出公式得到的比例 将四个高度融在一起 我知道有些人看到太多数学诗会头晕 这里的数学诗是给想实作的同学们看的 只想了解Perlin Noise原理的人 可以不用理这些外星符号 接下来再回到小哈的小城市 点进去看二维的Perlin Noise 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开始画起Perlin Noise的噪声图 每一组XY坐标会对应一个高度 Minecraft就是用这个方法决定 哪边是高山 哪边是大海 哪里有平原 哪里有河流 我们还可以从右上角的选项中增加噪声图的细节 增加细节的方法跟一维的一样 就是复制噪声图 然后给它缩小再叠加回去 这样就能让噪声图更加丰富 这边我们注意一下二维的Perlin Noise最靠近我们的断面 在城市的右上方可以打开断面曲线的显示 这个曲线其实就是个一维的Perlin Noise 我们将二维的其中一个维度当成时间 就可以像这样做出一个一维曲线的动画 就像把二维的噪声图一片一片切下来连续播放一样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三维空间了 三维的Perlin Noise可以拿来制作3D立体云朵之类没有固定形状的模型 但其实三维噪声图最常被拿来应用的是制作2D图案的动画 就像这个城市里展示的一样 有雾气、火焰、电流、云朵等等 把这些动画拿来当成3D场景的贴图尤其适合 它的原理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一维曲线动画很像 就是把三维Perlin Noise其中一个维度当成时间 从三维中切下一片一片的平面连续播放 就可以产生这样的动画 三维Perlin Noise的计算和二维的几乎一样 只是用到的向量有三个轴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看这个小城市的原始码 我就不再赘述了 Perlin Noise的应用范围非常广 小哈的城市中展示的只是一小部分 在下期的影片中 小哈将制作一个非常酷炫的软体 应用Perlin Noise的技术 将一张照片变成一幅印象派的油画 各位朋友敬请期待吧